明年一月份起,在全省推行活禽禁售或限售管理办法, 禁售活禽势在变行,估计广州全面禁售活禽在12月底实施。 而不少事点的当主就说,政府打击做活禽生意的走鬼力度不够, 担心生意越来越难做。 陈诚报道。 9月底,市食安办宣布全面推广兵先计从原定的9月推迟到12月底, 目前月秀、黎湾、天河、海珠四个市点区的过渡期, 采取生鲜为主,钢鲜补充的措施。 但实际情况下,钢鲜销销量已经原超冰鲜鸡。 20月份,冰鲜鸡的订单,跳水就超过一本。 当主说,虽然钢鲜解禁生意明显好转, 但市场周边做活禽生意的走鬼, 似乎就随着监管的放松越来越多, 平均每隔两三天就会出来买一次活禽。 记者随后在市场周边兜了一圈, 有市民证实了当主的说法。 另外,省食药家表示, 规范活禽市场的广东省活禽经营管理办法草案 会在12月上场前以政府来的形式发布, 计划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, 包括广州、佛山城内的珠三角九市城区, 将不会卖活禽, 实施活禽集中逃载。 省食药家表示, 在禁授活禽的管理办法上, 是不会一刀切的, 会坚持双轨制的原则, 也就是说在推广丁鲜鸡的区域里面, 设置一道三个活禽的零售点, 充分尊重传统的港式饮食文化。 广州电视记者在陈城报道。